台中中区有个地下道出入口 后方的斜坡被小朋友当成溜滑梯玩 有民众直击到 好几个小朋友在斜坡爬上爬下的相当危险 小朋友爬上去溜下来玩得好开心 但仔细看这不是溜滑梯 是地下道出入口后方的斜坡 不是溜滑梯 因为这样子爬上去天哪 目前民众很纳闷 明明就不是溜滑梯 却有好多小朋友在玩 爬到上面的至少有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小朋友 你溜你的我溜我的 这边穿蓝色衣服的小朋友溜下来 下面戴彩色帽子的小朋友往上跑 差点就要撞在一起 还有人爬到一半没力 干脆摊软让自己滑下去 脚差点踢到戴兔子法库的妹妹 而且胁迫高度很高 没有防护 掉下去可不得了 偏偏一群家长没人制止 就在一旁等着 还有人拿手机出来拍照 还有妈妈用手机在拍照 这些家长怎么了 目击民众直呼好危险 现场是在台中中区的地下道出口 后方斜坡被人当溜滑梯玩 因为它下面其实没有任何缓冲 而且它是左右也没有那个 就是围揍小孩的 然后溜下来脚也会断掉 也会受伤 因为常常也看到小朋友在那边玩 平常日来看是没人在爬这处斜坡 可能假日爸妈带小朋友 看到你玩我也跟着玩 但这行为不少人都觉得很危险 带小朋友出来玩还是得选地点 多走几步到公园去玩 比较安全 记者中部最后报道